这一节要跟大家来,分享活泼的盼望,人生需要有盼望,没有盼望就活着没有意义,没有盼望人生就没有目标。 盼望啊,有两种,有一种是世上的盼望,世上的盼望啊,每个人不同,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梦想,那个梦想如果已经是成行了, 那就变成理想 那就会成为那一个人努力的目标 他会付出啊,一生的努力去实现这个理想 历代以来,很多人真正能达成他们的理想 成为世上许许多多人的敬仰以及羡慕 这些人们的成功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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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美梦啊,有信心 成功 成功 他就愿意付出一切的努力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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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人人所羡慕 但是这些人到底是少数 但多数的人呢 没有办法达成自己的理想 所以他就会感觉到失智 或者说灰心 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他的盼望 他已经失去了他人生的目标 这样的人你就看到人生就变成消极 这样的生活就觉得很难苦 没有什么乐趣 另外有一些人根本就没有梦 也没有理想 他完全就是过一点算一天 这样的人生也是很多的 不过这一些啊 都是今生的盼望 这些理想都是很短暂的 不能达成的话 当然你会失望 能够达成的话 当然是很高兴 但是呢 他很快就会过去 世上的盼望啊 像花一样 有人很有成就 哇 这个花又大 又红 开了又哇 那有些人没有什么大成就 可是呢 也开花啦 像草上的花一样 但不管是树上的花 或者草上的花 它都会蟋 当花蟋 雕蟋的时候 盼望在哪里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说一句话 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 24节 罗马书第八章的24节 这一节说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 只是所见的盼望 不是盼望 谁还盼望那所见的呢 这里告诉我们 保罗说 我们得救啊 是在乎盼望 一个想要追求得救的人 他就要有盼望 那这个盼望不是看得见的 今世的这个盼望 因为这个不是真的盼望 这个很快会过去的 所以我们看历代来 很多那些很有成就 不管是事业上 在权位上 名位上 都很有成就的人 当他们年老的时候 他们怎么说 这些都过去了 最后啊 剩下的只求什么 能够在最后一口气啊 平平安安就好 那一些啊 成就 多像花 多美啊 再大的成就 也会过去 所罗门王 那是最有成就 他是一个很荣耀的王 又有智慧 又有财富 哇 国家又强 吸引四周的人啊 哇 他很敬畏 他也很享受 他说 我眼睛看见了 就要享受 他说 我心里想得到了 我就享受 但是呢 到后来说 我看看我一生所劳碌 所得到的是什么 到年老的时候 什么都不能了 他说 一切都是捕风 一切都是虚空 那这种盼望 就不是真的盼望了 所以保罗说 谁还在盼望那个所见的 因为这个 看得见的就是暂时的 那29节说 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 就必忍耐等候 25节 25节 什么叫得救的盼望 就是神赐给我们的盼望 神记得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这个永远的盼望 叫着得救的盼望 这个是不会过去的 而且它是永远长存的 这个盼望啊 不是事上任何的这些可以做比较 所以彼得称它为活泼的盼望 今生的盼望 不能叫活泼的盼望 在小孩子的心中 可能是活泼的 到这个日落西山的老年人来讲啊 就没有什么活泼了 所以说 这种盼望 不是活泼的盼望 那永远的 天上来的盼望啊 才是活泼的盼望 那我们的天父爱我们世人 他看我们世人在地上 一带过去 一带又来 都没有盼望 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而且还要承受极重的劳苦 所以天父爱我们 采耶稣基督来 带来给我们一个天上的盼望 那是永远的盼望 我们在世上是克里 几十年很快会过去 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 七十几年 以前我还小孩子 好像几天前而已 我还是在地上玩那些我喜欢的东西 可今天算一算说 哦 已经七十几了 好啊 真的是一眨眼就过去了 所以摩西说 求神给我们智慧 可以数算我们的年日 能知道我们的这个岁数不多 很多人啊 哇 一时的拼命努力 好像是我永远活着的一样 其实不是这样 所以 孔父子有句话说 老人啊 借知在得 好 人家要随时放 什么都放掉啦 那你就有一个比较轻松的晚年 如果还好像年轻人放不掉的话 那你就辛苦啦 可能就不得善终 所以还是要学习 老人家就放啦 世上的东西没有什么好抓的嘛 旅馆的东西嘛 可以享受就享受 所以说 到时候呢 离开 什么都不带 所以圣经来说 我们到世上乃是克里 我们还要回到我们的天上去 我说 祝耶稣来就是要带我们回去 那是永远的地方 保罗说 好的无比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得救的盼望 所以彼得说 神爱我们 赐给我们这个活泼的盼望 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 彼得前书第一章 第一章第三节 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 1 Peter chapter 1 verse 3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祂曾照自己的大联名 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所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可以得着 不能朽坏 不能玷污 不能衰残 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1 verse 4 这里彼得在颂赞神 这一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祂真的是非常怜悯的神 按照自己的大怜悯 就是祂的大爱 所以借着耶稣基督降生到死上来 代替我们的罪 死在谁之家上 那又借着圣灵的能力 让祂从死里复活 记得主耶稣所成就的这个救恩 让我们今天相信的人 受洗得到重生 重生之后就是一个新的生命 这个叫做永生 今天我们在亚当里面的生命 就是死的 死在罪恶过患里头 那这个死并不是说肉体的死 这个死叫做媚亡 所以圣经上说 神爱世人 甚至于将祂的独生死赐给他们 叫凡相信祂的 不致媚亡 反得永生 所以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里面 得到重生 我们就脱离了这个灭的生命 而且得到了一个永远的永生的生命 这样就有一个活泼的盼望 如果会死 会灭亡 就没有盼望 现在我们重生了以后 就不死了 所以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说 信我的人永远不死 他这一句话 犹太人就听不进去了 你是什么人 因为他们不认识祂 今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是谁 祂是我们的救助 祂是要带来给我们永生的救助 所以我们接受祂 我们受洗归入祂里面 这个是最大的福气 我们就得到永生 就有这个活泼的盼望 一个人心中有活泼的盼望 他的生活会怎么样 天天都是快乐 他的快乐不会受到世界这些东西的影响 不会受到这些世界上的事情影响 也不会受到这个肉体上的事情影响 有些人啊 身体患了致死的病 医生宣布了 你剩下三个月 那三个月又怎么样 这个只是肉体的生命而已啊 肉体本来就是会衰败的 一百年跟三个月有什么差别 都要过去 算一算 孩子差不多 结果都是一样的 这个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嘛 因为我已经有永生 如果一个没有永生的人 没有这个盼望的人 那就 本来我可以活七十年了 现在剩下三个月 他会什么样的感受 当然不甘愿啊 我也看到一些人是这样 医生给他宣布以后他不甘愿 但又有什么用 不甘愿还是要走啊 那我常常在医院里头啊 向这些人传福音 我说你不要失望 你今天啊 你要接受天上来的盼望 天父的大怜悯 天父的慈爱啊 你要接受 你只要相信就可以得到 你今天躺在这边 已经不能动了 但是你还有一口气 你还有机会 你要抓住这个机会 只要相信你就可以得到 诶 他们就愿意啊 这个时候啊 他没有希望 什么都没啊 所以他就愿意 有些人 人说话都不能只有点头 有一个妇人 她是患血癌已经是败坏了 但是这一口气还在 眼睛都睁不开了 全身因为很烧啊 那个血癌 整个血液啊 所以他很痛苦 脚也是在输血 手这边也在输血啊 那个两袋血掉在那边 不会动 那就证明说他血液到底还有没有在流啊 水输不进去了 他们旁边只有两只脚 两只手 四个人在那里给他按摩 按摩 按摩 这个时候啊 他有一个邻居啊 是我们的姐妹 这个邻居啊 大家非常要好 突然间他想起说 哎呀 我这个邻居这么好 我都从来没有让他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 他从来感受到 哎呀 我对不起啊 我要赶快 他气压一下 我赶快去告诉他 那要怎么讲 我说 啊 我找传道去 他就跑到教会来 跟我讲 我说 只剩下一口气 眼睛张不开啊 我听了以后 我说 哇 这个事很难 但是啊 他有这个心啊 我很感动 救人的心 所以呢 我说 好 我跟你去 但是我们先祷告 我要祷告主耶稣 看他怎么带 我祷告了之后 我就祷告主耶稣 他说 主啊 你要拯救这个人 好 那我现在要去 向他见证你的救恩 他眼睛张不开 他怎么听 求你啊 求你啊 让他眼睛张开 听我见证 这样我就知道主 你要救他 我祷告之后 我就去了 到了医院 一看 哇 真的是 很没有希望的人啊 马上就会断气的 那个里面的臭气已经从她呼吸出来了 那我就坐在她旁边 我说 太太 请你眼睛打开 我现在要见证耶稣的救恩给你听 她就打开 好 那你看着我 她眼睛张开一直看我 我就想要见证耶稣的救恩 你这个时间要把握 要简单的跟祂说明 讲到啊 讲到主耶稣 受洗 所以得到赦免 可以得永生 可以进神的国 她眼睛都没有闭起来 马上说 我要受洗 感谢神 我知道神要救她 我说好 如果你真有这样的信息 明天我们就为你施洗 那你要祷告 好 我们就回去 那一天晚上她先生啊 就来参加聚会 聚会员会我告诉她 你回去再问她一次 好 她是不是真的要受洗 那她为什么要受洗 再问她一下 好 再告诉我 好 回去问她之后 哦 她的回答很简单 说 我要受洗 为了我的得救 我要受洗 所以她打电话来 我说好 感谢神 我们就教会 我们就赶快准备 明天去为她施洗 结果一大早去的时候 哇 要准备为她 带她去施洗 哇 那个主治医师不在 那一天刚好她不来上班 那没有她签字 我们带不出去啊 哇 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就祷告 因为主耶稣要拯救的人 他总会有办法 祷告之后 护士就来告诉我们 说医生从外面打电话回来 也不知道什么事情 他就忽然打电话回来 那护士就告诉他 说我们某某病 这个病人啊 他们教会 你说要带她去洗衣旅 可以不可以 这个已经是临死的人了 他医生说 可以可以可以 好 又这样护士就跑过来说 医生说可以了 好 我们就把他 好 那些护士就把他拔掉了 那些都拔掉了 所以我们就带他去洗衣 因为那瘦的已经是 像小孩子一般轻轻的 很可怜 我们怕说在途中如果断气怎么办 所以我们一路祷告 到了洗礼的河边 冬天呢 非常冷 这种这么虚弱的人啊 要下到凉水里就吸你 需要信心的 他一个知识抱着她 我在水里面 下去就给她施洗 感谢神啊 下去洗雨起来的时候 她满脸红光啊 笑嘻嘻的 她告诉我两句话 水是红色的 水是温的 你温的 我冬的药 花朵你温 我就知道这是神的恩典 到岸上来换衣服 我们是大帐篷 两个姐妹在里头给她换衣服 她告诉姐妹说 哇这个帐篷里头有暖气 怎么可能 这个是神的恩典 所以万老一如就回来 回到病房她就不需要人家给她 什么都不需要 你也不要书血 也不要按摩 什么都不要 我都好了 她说没有好 那你会好 可是她已经没有感觉了 她得到永生了 这个永生啊 跟这个身体没有关系 所以她说 我好了 我要回家 她先生说 没有好啊 这个到底精神正常不正常 打电话给我 第二天我就跑去 我看她的情况我知道 我说姐妹 你要回家吗 她说是 你有没有什么挂力 因为我知道她要回哪里的家 有没有什么挂力 她说没有 我说好 那这样 ok 就办手势 就办手势 然后回去 就办了就回去了 回去 有一个礼拜 刚才说安时日月天 她回到家里啊 很好 都一样的 一点痛苦也没有 嗯 像正常的人 但是身体是坏掉的 安时日那一天啊 她祷告看到 哎 说耶稣基督来了 要带我回家 要带我回家 高兴得不得了哦 这就要睡着了 你看 这个叫得救 这个叫做活泼的盼望 好 那么她要去哪里 她要到这个地方去 在天上的基业那里去 那个跟地上这些是不一样 在那里啊 她是不会朽坏的 不会玷污的 不会衰残的 是永存在天上的 所以保罗这么说 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 四章十六节 2 Corinthians chapter 4 verse 16 所以啊 我们不善胆 外体随人毁坏 内心啊 却一天信使一天 Therefore we do not lose heart Though outwardly we are wasting away Yet inwardly we are being renewed day by day 我们这个至战至轻的苦楚啊 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 永远的荣耀 For our light and momentary troubles are achieving for us And eternal glory that far outweighed them all 原来啊 我们不是固念所见的 乃是固念所不见的 For we fix our eyes not on what is seen But what is unseen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For what is seen is temporary But what is unseen is eternal 因为我们有这个 永远的盼望 所以你看 虽然这个肉体啊 会朽坏 不用担心嘛 我们不会上胆 这个内心啊 就是说里面那个人 那个永生的那个人 外体会朽坏 里面那个人是一天比一天新啊 是永远的啊 所以那个姐妹她 为什么受死以后她没有感觉 她这个身体好像跟她不在一起啊 所以她的感觉啊 说我好了 因为也不会痛 不会什么都没有啊 但是按照实际看 她的身体就坏掉了 感谢神 神呢让她呢 活一个礼拜 还住在这个 破的这个身体里面 坏的身体里面 一个礼拜啊 这样带她回去 好 那世上呢 会有一些自战自轻的苦楚 事上本来就是劳苦的啊 那今天我们在世上啊 会受到一些啊 暂时的劳苦 也是轻的啦 因为是自战自轻啦 算不得什么了 那时间这些很快就过去了之后呢 她说为我们换来啊 成就一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这个是真的啊 保罗曾经去过啊 他说那个地方啊 真的好得无比啊 所谓保罗啊一生啊就 献上他的生命 努力穿婚姻 他为了就是要到那个地方去 今天我们努力要有一个目标 我们会付出我们肉体的生命 这个是有代价的 不会落空的 会得到啊 将来永远的赏赐 所以保罗他就要这样说啊 我们看 提摩太前书 第四章 提摩太前书第四章 第四章第八节 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 这里说 操练身体啊益处还少啊 唯独敬钱啊 凡事有益处 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我们劳苦啊努力啊 正是为了这个 因为我们的盼望 在乎永生的神 祂是万人的救主 更是信徒的救主 这个话是真的 是十分可佩服 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祂就是要带我们到永远的地方去 这个是今生的应许 祂的恩典啊够我们用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 我们在生活上神一定会给我们预备 来生的应许就是进入永远的天国 这些是从神来的 我们劳苦我们努力就是为了这个目标 这是永生的神啊 祂所应许给我们的 神所应许的这个 是永远的 这个才是我们活泼的盼望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得到这个活泼的盼望 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受洗重生就可以得到这个盼望 然后呢接受神啊 这种圣灵的栽培 让我们可以实现这个盼望 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神要救我们呢 祂是救到底的 我们看第五章 第五章从第一节看 说我们原知道啊 我们这个地上的帐篷啊 如果拆毁了啊 必得神所造 不是人所所造 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们地上的帐篷啊就是这个 这个会坏掉的 有一天都要拆毁了 现在我们年纪大了 就是会关心这个事情 什么地方拆毁了 我哪一店 因为衰败了 但是我因为有这个 将来永远的盼望啊 这个房屋啊 可以住啊 哎呀没关系 这草屋啊拆掉 我就住那个永远的房屋啊 所以这个帐篷拆掉 我们不担心嘛 我们就要得到神 为我们建造的 不是人所建造的 永存的天上的房屋 我们这个身体是 父母给我们生的 他会坏的 但是呢 神给我们建造的 那个永远不会坏的 所以那个身体啊 是像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身体一样 这个血气的身体呢 会坏掉的 将来我们要回到天上去了 就是要复活啊 然后得到一个属灵的身体 像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一样的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就 没有时间空间的现实 所以他不会坏 也不会弄战啊 也不会衰残 他没有时间的 他是永存的 所以说啊 这个身体啊 才是最美好的 那现在我们还在这个身体里头 我们看第二节 而我们在这个帐篷里头叹息啊 他神想要得到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啊 这是我们心里头我们有这个盼望 那到时候如果 上去的时候就像穿上衣服一样 天上来的房屋啊 就像穿上衣服一样 这样我们就容易了解哦 我们这个里面这个人啊 离开了这个坏的帐篷啊 然后就进入好像穿上衣服 进入一个永远的复活的身体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肉体里面呢 还有劳苦有叹息 但是我们深深想盼望着 那一个天上来的房屋啊 穿上去 我们就回到天上去了 所以第四节这里说 所以我们在这个帐篷里头啊 叹息劳苦啊 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 愿意穿上那个 好叫这个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 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是看清这个东西 我们不是厌世说 哎呀活着 哎呀活着这么辛苦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 好像保罗所说的 如果现在要让我选择 只要留在地上 还是要回到天上跟基督在一起 所以说在这个两难之间呢 我要做一个选择 他说我愿意离开这个世界 到基督那里跟他同在 他说好得无比的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不会轻生 我们生活会很积极的很乐观的 在世的时候是这样子 当这个世上的日子结束的时候 他更高兴 因为回到了永远的地方去 所以这个必死的 被生命吞灭了就永远的 永远的 这个就是我们活泼的盼望 好现在看第五节 所以为了这个盼望啊 栽培我们的就是神啊 他又是圣灵给我们做凭据啊 将来这个天上的这个盼望 到底真还是假的 你看是有凭据的 是给我们圣灵做凭据 那现在在地上的时候呢 神亲自与我们同在 栽培我们 你看神有多爱我们 他是不是要拯救我们到底 所以当我们接受这个救恩之后啊 神就要栽培我们 并且是圣灵来做凭据 来兼顾我们的信心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接受神的栽培 那神就记得圣灵住在我们心里 来栽培我们带领我们 我们只要顺着祂就好了 那么这个盼望就可以实现了 所以说神这个爱呢 我们应该要很高兴的来接受 在今生啊我们就有喜乐有平安 哇将来更高兴 有这个活泼的盼望 我记得我妈妈离世的时候 在离世之前 医生宣布说啊这个圣假几天而已啊 因为没有想到说一检查 她的胃整个全部都是癌细胞 之前没有什么感觉啊 她常常就说哎呀我的胃好像消化不良还是怎么样 有点这样匀匀的不舒服 祷告祷告就好了 大概那一天啊大量出血 忽然间出血啊出血 那我们才说啊赶快送医院去 哇医院医生一检查 哇整个全部啦 而且又破啦 你应该又出血了 好啊这个结果出来啊 好啊医生也不敢跟病人讲 把我叫到外面去告诉我 那时候我妈妈 告诉家属啊不能直接告诉病人 好啊那医生说这样这样这样 我妈妈一点都不担心 她说感谢神啊这样最好 证明说我要回去了 我时间到了 歇下这个世上的劳苦 那是好得无比的 因为主耶稣也曾让他见过 他无所不能 他还是会让我好久 如果我时间到 那就更好我回家 不用担心 她多数她在安慰我们 感谢神啊 真的是渐渐的她就没有办法饮食了 因为胃都已经坏掉了 但是我祷告啊 因为我长期不在家 阿兰多支这个时候 我能够在我身边忽视她 我说主啊 我妈妈最后啊 能够享受一下她喜欢吃的东西 主耶稣听我祷告 我妈妈说 我问她你喜欢吃什么 她说她最喜欢吃什么 我就买来给她吃 她吃得很好 没有什么困难 很奇妙啊 而且吃下去以后排泄也很正常 这个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一定不会是通过那个坏的胃 这个真的是奇妙啊 结果呢 连续几天啊 她今天就想到吃什么 然后我就去买 她今天想到我就去买 我就很高兴 我能最后服侍我的妈妈 服侍她吃 为她整理这个排泄的东西 看到了都是正常的 你看 神多么的爱我们 最后啊 微笑的离开 这个是活泼的盼望 所以今天我们要把握机会 因为机会在我们手中 如果我们没有把握的话 失去这个机会啊 什么时候来就不晓得了 所以有一个亚拿利亚去告诉保罗 所以你现在还为什么担念 起来休息啊 解决你的罪啊 这一件事情解决了 其他就不用担心了 所以我们要把握机会 所以我们要把握机会 握机会 189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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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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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真的可靠 这个是神给我们最宝贵的应识 那么神说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向祂祷告祈求 主耶稣说天父会将圣灵示给那些求祂的人 这也是应许那些已经受洗归入基督里面的人 要给我们做凭据 现在我们要不时来祷告 如果说有希望能够求圣灵 可以到前面来接受按手祷告